民眾黨主席柯文哲11月1號遭延壓兩個月 但距離他請假三個月期限將至 民眾黨下一步是否要推代理主席 中央委員江何述提議讓柯文哲無限期請假 我覺得何述他真的說出了非常多黨內同志 跟黨員還有支持者 大家共同的心聲 對此提議黃國昌第一時間也跟著附和 不過黨內有不同意見 民眾黨前中央委員范江一凱主張 請假等於無法行事黨主席職權 依照民眾黨將第16條英語出缺後 六個月內完成補選 更直言民眾黨目前山中無老虎猴子 當大王狀態應該要修正 畢竟2026選戰有關民眾黨是否走向泡沫化 山中無老虎猴子當大王這件事 其實就是比較像是群龍無首 很多人跟我講說 其實國昌就接起來就好了 他在名義上他就是大家都聽他的嘛 早選黨主席跟完全黨主席 其實遲早都要做改選 如果你不依照張誠走 你前面怎麼對得起高鴻案 你怎麼對得起前面這些被依法行政的這些人 前中央委員一番話到處憂心 也有網友留言民眾黨黨規會轉彎 嘲諷現在狀況就是鴻衛兵 重要的一個人物 我們當然是鼓勵他再次一個起架 因為最重要是政治的一個破壞 而不是你沒有辦法來執行你的權力 民眾黨內群龍無首如今雜音被出 柯文哲是否提出抗告 下一步民眾黨又如何盤算 都將牽動2026選戰 簽署黃心熊 台北怎麼的